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好 我們聽到李顯龍提到了 繼續搞脫鉤 有可能會導致全世界的經濟不穩定 而同時啊 他在坎貝拉跟澳洲總理 澳大利亞總理 舉行的這個年度會議 他還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中國可以加入CPTPP 是件好事 我們知道去年 去年吧 中國大陸已經申請了 他說北京有可能通過談判 使自己完全滿足該協定的准入條件 但是現在有些會員國 還沒有達成共識 其實國際組織都是這樣 必須要全體會員國同意 才能夠接納新的會員 那很顯然 李顯龍新加坡 他是認為中國加入 是件好事 而這說法不只第一次出現 他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了 說新加坡是支持中國加入CPTPP的 那這個澳大利亞的媒體呢 看到了李顯龍的說法 就直接解讀了 說這是李顯龍在支持中國加入 那顯然看到這個報導 最傷心的恐怕是蔡依依 民進黨政府了 當時我們都在講說 哎呀我們要美豬啊 要萊豬啊 要核食啊 就是因為我們進了萊豬 吃了毒豬 哎你就能加入CPTPP 你不吃你就不能加入 那當時我就說了 這邏輯簡直荒謬啊 如果台灣不吃就不能加入 那你就永遠不用擔心中國加入 因為中國也在進啊 可是我們台灣的民進黨 卻告訴台灣人民 我們如果不吃的話 我們就不能加入 一旦中國比我們先加入 我們就永遠加入不了 這是什麼邏輯 人家近的比你還凶 人家也沒吃 既然你不吃不能加入 那他不吃他也不能加入啊 所以何來我們不吃 中國就會比我們先加入的這種 恐嚇人民的荒謬說法呢 是不是 好來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新加坡表態歡迎了 那到底是誰還沒有達成共識呢 我想路透社給了答案 他說澳洲就對於中國要加入CPTPP 持了保留態度 甚至要求中方要先取消 對澳洲產品的制裁 那麼澳洲才會願意同意 點頭或思考讓中國加入CPTPP 哎呀這澳洲也是會談判 你現在想加入剛好我是會員國 你想要我點頭 想要跟我談 你就取消對我的貿易 貨物的制裁 那李顯龍就給了澳洲提醒了說呢 我們不會給自己下成績單啊 也不會說澳洲做得好不好 但要提醒澳洲的是呢 如何盡可能的在跟更多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 也保護自己不受不利行事的影響 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辦法 那澳大利亞也許也應該好好想想 別一直被某些國家牽著鼻子走 不要被外在不利環境影響 但是也要保障自己國內的利益 好除了澳洲新加坡之外 我們來看看日本是不是也醒了 他們也發現脫中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嗎 這是日經中文網就提到 如果日本脫離中國要付多大的代價呢 我們來看 如果脫離中國供應鏈兩個月 會發生什麼事情 價值1.4兆日元的零件無法採購 電器 汽車 食品 服裝全部無法生產 53兆日元的產值會消失 甚至電腦價格上升50% 手機價格不得了 買一支iPhone已經夠貴 還要再漲20% 甚至會有10%的GDP 將因為脫離中國的供應鏈 兩個月而消失 大使 其實現在美國的整個全球 對抗中國大陸崛起 這個是美國已經基地戰略了 那麼差不多上個禮拜 美國提出來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裡面非常清楚的 講得非常清楚啊 他直接指出 未來10年 中國是美國地緣政治最大挑戰 沒錯 那基本上已經知道美國未來10年要做什麼 消除這個最大挑戰 就是面對這個最大挑戰 可是他用的方法不符合美國以外國家 他用的方法是什麼 是去全球化 逆全球化 日本人今天算這個就是說 在全球化的經貿格局之下 我們現在享受的是這個價格 你把全球化目前這個全球產業鏈的分工 你把它截斷 你下來就是電腦上上產50% 不得了 不得了啊 這個誰負擔得起 現在一台電腦也很貴了 已經很貴了 手機給你20%的漲 也就反映出來現在的全球化的供應鏈 幾條供應鏈 中國扮演極重要角色 可是你美國要把這個供應鏈給它切斷 切斷以後 這些國家都要付出代價 日本要付出代價 韓國要付出代價 歐盟要付出代價 大家都要付出代價 那這個問題呢 是美國最困難的地方 也就是說你今後十年 你要以中國大陸 作為你最大地緣政治挑戰的話 你怎麼對付中國的話 你如果沒有辦法得到 你盟友國家跟你的支持的話 以美國單獨一個國家力量的話 做不到 做不到 那現在美國事實上 基本上要面臨的最大地點 日本韓國 現在本來沒問題的 澳洲也出來了 因為澳洲這個國家 幾乎百分之三十的市場 是在中國大陸 那跟日本韓國 等於說它是跟中國大陸 這個關係算是最密切幾個 那跟著美國走以後 國內的龍蝦賣不掉 紅酒也賣不掉 肉類也有問題 煤炭也賣不掉 煤炭也賣不掉 完蛋 鐵礦砂還沒大問題 可是呢 將來中國大陸也在怎麼樣 分散採購來源 那整個來講的話 澳洲 失去一個最大客戶 跟著你美國走 它得到什麼 這是很現實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美國將來未來十年 要跟中國大陸鬥 基本上 要得到它盟友的合作 相當相當的困難 本來就是說 以一個西方的概念來講 就是說二次大戰以後 一次大戰以後 甚至在之前的 所謂的殖民主義盛行 是有個西方的概念 西方白種人 他們是一個共同體 然後彼此之間有鬥爭 可是彼此之間有資源 那可是這次俄物戰爭 讓西方國家分裂 這個西方國家分裂 是在大西洋中間裂開 那這個中間又顯示出來 美國的這個利己主義 在這個裡面 讓西方國家整個 尤其歐洲部分的西方 跟美洲部分的西方 中間劃了一道很大的鴻溝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美國第一個 它反全球 逆全球化的發展 對於世界的經貿發展 是不利的 大部分國家都會受害的 不只是只有中國大陸受害 日本 日本 韓國 歐洲這些國家 整個形成一個全球供應鏈 產業鏈的這些國家 通通要受害 美國是不是受害呢 美國也受害 所以美國是商敵 1100 一千sin事商800 所以這個 railroad 對美國來是一個很大挑戰 那回過頭來 中國大陸在維護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事實上在維護 就是一個全球化碼 今天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是一份未來美國的國際政治的一個 怎麼講呢 這英文叫什麼 它是一個行動計畫 它是一張藍圖 它是一個行動計畫 美國今天國際政治 就是照這個國家安全戰略走的 最大的挑戰就是中國 那就是大家一起來對中國 美國是有它的同盟系統 二次大戰以後 它的同盟系統是很強的 最強的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同盟系統會動員不動員的起來 是一個大問題 那回過頭來 中國大陸現在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價值跟它的路線 跟它的行動計畫是什麼 我們看習近平大概在不斷的 這個不斷的在各種場合裡面 倡導的幾個 中國大陸的國際價值 國際社會價值 跟它國際的行動計畫 很清楚 第一個 最主要的總綱領就是 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跟你在人類命運 人類社會裡面 把它一切而二來講的話 哪個比較受歡迎 當然是大家一起啊 人類命運共同體 然後堅決維護全球化發展 它是現在是主張一個全球化 這個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 因為科技的關係 所有的交通 所有的通訊 都變成極度便利化以後 你這種貨運的水準 貨運 隨著這種 這種所謂的貨櫃運輸 鐵路運輸的 它的價格大量降低的時候 這種全球化的 是因為科技的進展造成的 那這種全球化軍事 其實過去50年或40年 全世界各地都受惠 你看整體來講 全世界經濟是不是往上走 有些國家走得快 有些國家走得慢 可是大家都是全球化的一個發展 都是一個獲利者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是逆全球化 中國是繼續走全球化 誰受歡迎 第二個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 從50年代開始的 很重要一個國際觀就是 他反對霸權思想 干涉其他國家內政 嗯哼 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麼多國家裡面 有一個國家 還有西方國家 最喜歡去干涉別人的內政 這也就是中國大陸在 從加入國際社會來 一直主張的 和平共處理原則 不干涉內政 不干涉內政 你現在國家數來講 你西方國家加起來 41個42個好了 非西方國家都有被 其他西方國家干涉內政的痛苦啊 那整個那個42個國家以外 最喜歡干 這個還有世界上還有160個國家 都有受過這些國家的苦 被你搞顏色革命也好 被你顛覆也好 被你暗殺也好 被你派陸戰隊自己 把你的那個總統抓起來 巴拿馬不是被有一個強人總統嗎 Norriaga 被美國陸戰隊直接把他抓回去 關在建牢裡面 現在還沒放出來 對 這就干涉內政啊 所以他反對 是會得到多數國家的支持 還是少數國家 當然是多數國家的支持啊 那另外一個他 還有一個就是說 維護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體系 對這個話很常講 這個聯合國的體系基本上是建構的已經相當完整啊 你不要什麼都把聯合國體系都把它打垮 全世界最不聽聯合國話的就是美國啊 就是美國啊 他就是霸權主義 他總是在違反聯合國的要求 或者是繞過聯合國的規定 幹他想幹的事情啊 美國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聯合國要幹嘛呢 對不對 然後你聯合國放在你紐約 你就有點風度嘛 不要說什麼俄羅斯派團去參加這個聯合國大會的時候 他總是男人家 這個簽證我不發 對不起你不要來 那你當初你要設立聯合國放在你紐約的時候 你就應該讓大家都能來啊 都能來啊 你這才設計國際 設立國際組織的 你的所謂東道國應有的基本義務嘛 你為了你個人的私利私仇 這個能來開聯合國 那個不行 開玩笑 那這聯合國乾脆搬出去 老早的人就說 第三個 支持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法體系 布林肯 上台來一直講說 rule base 人家就問他一個 所謂規則為主的國際秩序 人家一直問他一個問題 他答不出來 你的國際 你的規則是什麼規則 這是美國的規則 是你美國的規則 那不行啊 這個世界是一個國際關係民主化的一個發展 這也是中國大陸一直在談 國際關係民主化 那所以這一些 這一些整個大陸的整個一個思維 跟他的行動計畫來講的話 跟美國現在 對照美國這個做法的話 基本上世界本來一體化 現在要怎麼把你一分為二 第二個還要怎麼樣 新冷戰 所以這個整個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就是未來美國十年的 國際政治的基本藍圖 那個有人說他就是一個新冷戰的宣言 所以西方國家 事實上好戰的傳統 真的從這裡就看出來 全世界都一體化了 他還要再把你設計 重新再切成兩塊 強拉一批人站在他那邊 去跟另外一派對抗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國際社會發展的 我們就說美國再把時鐘往後調 整個時鐘已經到了 現在已經十點半了 對不對 快到十一點了 美國說對不起 我先往後調 回到清晨五點半 這就把時間往後調 好像希望人類的這個 全球的進步 對能夠倒退 不要再往前進步了 對啊 你光以電腦價格 好不容易用國際分工 所有的資源全球資源 用最經濟的方法一起湊在一起 製造一個現在300塊 比如說1000塊美金 綜合價格 你一定要把它搞成1500塊美金 是什麼意思 美國就是這樣幹 所以現在我認為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是跟世界安全戰略 跟全世界的整體利益 是對著幹的 所以中國大陸 是不是會被美國打垮 還是美國最後越走越孤立 最後呢 自己的國家發展 也得不到其他的助力 過去這些 對美國有利 支持美國的這些力量 是不是慢慢都會從他的隊伍裡面 脫隊 這個我覺得才是一個發展 才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對象 我們已經看到他 用他強大的國力 準備跟中國大陸硬蓋一場 可是他的方法 是不是在走過的過程中 他會發覺後面跟的人怎麼 本來還有30個 後來25個 只有20個 剩下最後他老兄一個人走 剩下他跟英國 特拉斯 跟那個 可能以後也不是特拉斯 也不是特拉斯 要不得要換誰 要不及再換個加拿大 對不對 還有誰啊 澳洲現在都不跟他走了 澳洲現在已經發覺 我們是亞洲人 好像不能這樣搞 對 我不能跟你搞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趨勢其實也可能是未來5年跟10年 我們看到世界的發展趨勢 也是美國就跟今天的拜登一樣 是個垂垂老 一個老人 局局獨行 然後做出一些令人無法思議的動作 然後被整個世界越來越看清 對 真的 我們一直講說 美國真的是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依然到現在他都是 可是為什麼會一直掉隊呢 怎麼這麼多的盟友 趁你不注意就跑掉了 趁你不注意就假裝跌倒說 哎呀你們先走不用等我了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們之前來賓 包括亮哥 包含兵哥 包含大使都分析過了 這個二戰結束之後 其實美國一直都是這樣 他一直都是這麼幹 可是問題是當年吶 二戰結束到1960 1970年代 當時的美國有錢吶 所以他想當老大 有錢 大家都跟著你幹嘛 對不對 沒錢你憑什麼當老大 你出去吃飯還要叫小弟付錢 那以後誰扶你 小弟出事了 找你大哥求救 你大哥說我沒錢 不然大哥我借你記得還 那誰要跟你呢 誰還要跟著你這個幫派 跟著你這個組織呢 過去美國有錢 大方要錢給錢 要人給人 要兵給兵 要戰就來戰 沒有在怕的 所以他那個底氣是足的 可是慢慢慢慢慢慢走到現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底氣就不足了 我沒錢了 但我還是要當老大 所以把小弟叫過來給一點點錢塞牙縫 把小弟叫過來 邊一邊罵一罵 一腳踢到旁邊去 連錢都不給 那這些過去的小弟 看在錢的面子上 跟你美國為伍 替你美國號令 忍受你美國的欺凌跟盈威 有錢就算了遮羞費嘛 那現在連遮羞費都沒了 所以大家就慢慢慢慢開始掉隊了 尤其是在拜登總統上來之後 確實對美國 不論是本國經濟 本國利益 甚至全世界都造成了一些影響 或許正如大使所說的 現在的美國反而希望 大家別進步這麼快 退後一點 回到那個唯我獨尊的時代 我們來看拜登總統 我們這個有上班嗎 有找到嗎 有是吧 太好了 我們直接來聽好了 你直接聽都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電話 請問我們 去報告罰罰 報告罰 DOTFTC.GOV 我的訊息給罰罰者 在看欺凌美國人 就是不要這樣 我們會保持你負責 大家有聽懂嗎 一般來說 我們看到這個網址 來來來 導播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這個網址 你會怎麼唸 這個網址 我們通常都會唸 report對不對 Front FTC.GOV 拜登總統倒過來啦 他的DOT他唸GOT DOT 然後GOV他唸GOV 他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你不需要唸出來的 字母不用唸出來的 他把字母唸出來 然後你應該要把字母唸出來的 他就直接把它當成一個單字 叫做GOV 什麼是GOV Government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 report 然後這個 from FTC.GOV 但他唸成 前面 然後DOT FTC. 還在唸對了 然後GOV要唸GOV 但他唸GOV 不曉得他唸什麼 我在想他可能是沒有看清楚那個英文字啦 就是在一場這個學代減免的記者會當中 就提到這個反詐騙政府的網站 那拜登總統呢 很好心的要呼籲美國的朋友 說如果你真的要照電話 到這個網站上面來舉報 但怎麼發現他好像不太會唸網站是嗎 好像不太會唸網站 連讀稿機都看不清楚了 所以連讀稿機都看不清楚 那當然看不見民眾的日子有多苦嗎 來我們來看 現在美國百分之四十的民眾 是難支付醫療帳單 我們知道美國看病其實很貴 美國的朋友其實真的很辛苦 甚至有將近三成的人 乾脆別看病了 反正看了我也付不起錢 那就別看了 假裝沒病 那啥事都沒有 看了以後沒病都有病了 另外呢 感恩節之前就開始吞火肌肉 或是乾脆用腌牛肉替代 因為大家會知道 現在不買之後一定更貴 再來 百分之二十一的民眾動用了 緊急預備金來付帳單 本來這錢是生病的時候 出車禍的時候 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突然間需要開刀的時候 留著備用的 但現在都得拿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沒錢付帳單了嘛 再來 百分之四十會減少感恩節 跟聖誕節購買禮物 很顯然經濟衰退 在美國正在發生當中 那麼也因此 讓拜登總統經濟上的民調 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70%的民眾覺得 拜登你要為經濟的狀況負責 65%覺得經濟還在惡化 68%會覺得 政府可能採取更多的激進措施 來對抗通膨 表面上有用 但實際上會讓經濟更衰退 讓通膨更加嚴重 拜登總統的聲勢不好 你覺得民主黨會好嗎 來兩黨支持度的民調 我們來看這個 陳尖諮詢的民調 共和黨領先民主黨 紐約時報共和黨領先民主黨 有專家就說了 民主黨恐怕會失去 眾院的控制權 路透更是分析說 拜登總統的支持度 遇政法力 恐怕是民主黨選期的不祥徵兆 各位 不只是國內 在國際上面 恐怕大家對美國心裡 也是一個圈圈叉叉 正如頭剛剛我們 李顯龍總理警告的 如果繼續搞晶片戰 搞托鐘 恐怕全球都會倒楣 我們來看 升息舊通膨 導致全球的壁值狂貶 包含肯亞先令貶值6% 魯比貶值9% 埃及的貨幣貶值20% 土耳其的貨幣貶值28% 日幣兌美元32年新低 台幣兌美元6年新低 連台灣都倒楣啊 另外我們來看 肯亞的汽車 零件採控警令說 這個 脫衝導致零件 漲了10%到25% 是前所未有的情況 在土耳其也有人說 我們只能縮小生意的規模 盡量苦撐 因為大家的壁值都受到了 美國升息舊通膨的影響 那除了升息舊通膨 壁值狂貶之外 打晶片戰 也是全球的股價 受到了暴跌影響嘛 來美國對大陸發動了索侯戰 全球的晶片股倒撐一片 彭博社也說 美國對大陸祭出晶片制裁 引發全球的市場擔憂 美國自己包含輝打 包含超微 股價都跌得很慘 埃斯摩爾台積電 也通通都受到影響了 所以嘛 你要當老大 但你拿不出錢來 然後為了對抗老二 又把這些小弟們 拉著大家一起陪葬 那就老大當然坐不穩了 亮哥 這個老大有兩種邏輯 第一個就是你講那個 在馬歇爾計畫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國的GDP是全世界54%嘛 過半 嚇死人 所以大家利益均爭 他可以隨時發紅包給你 那還有第二種老大 美國現在就是這種第二種老大 就是誰挑戰我就先給他死 OK 目前就是這樣啊 因為這個結構沒有挑戰者 比如說中國大陸也說他永不稱霸 所以真的有些地方亂 你敢去接嗎 他沒有要接嘛 他認為他不要太快擴張嘛 比如說他用一帶一路事實上也是用 經濟慢慢建立共同利益 對 可是如果發生內亂你會出兵嗎 沒有吧 現在誰在出兵 還是美國 是啊問題在這裡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啊 美國手上有三大 三大支柱 中國是沒有辦法挑戰的 第一個是他習慣出兵嘛 對 他有航母艦隊控制七大洋嘛 那都距離發生問題的地方很近嘛 比如說夜門發生內戰 那中國會介入嗎 沒有吧 沒有 沒有啊對不對 對 那是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就是美元嘛 我就印鈔票啊 然後逼你買我的國債啊 日本敢不買嗎 日本偷偷賣 韓國敢不買嗎 現在可能沙烏地開始覺得說 我不要買 因為以前三大買家 三大買家就是 中國嘛 日本嘛 還有沙烏地阿拉伯嘛 那現在中國可能會說 我為什麼要買 對不對 另外兩國你認為他敢不買 嗯 對不對 不然你沙烏地阿拉伯 你的資產難道不是美元嗎 嗯 沙烏地阿拉伯的我跟你保證 他大部分資產都是美元 連王族都是如此 我跟你講沙烏地阿拉伯的王族 到底有多少錢沒人知道 嗯 那可能在善在全世界 可是很可能都存在美國的 金融機構 嗯 嗯 那那個錢稿 我超過十兆美元啊 哎呦 你跑得掉嗎 對 我一動你就掛了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請問這一點誰能挑戰 嗯 確實 美元霸權 沒有嘛沒有人挑戰嘛 那第三個就是英語的霸權嘛 嗯 嗯 全世界的故事都是我在講的 真的 我說他是壞人他就是壞人嘛 哎 對耶 就全世界這種 論述上的霸權誰能挑戰嘛 對 比如說他現在 他才宣揚一個調子嘛 就是說 習近平進入第三任 要把這個不自由的秩序 擴張到全世界 對 所有的英文媒體都是這樣寫 對 對不對 那請問誰能挑戰這個論述 對 中國大陸拼命講 但也沒人理他 沒有用啊 因為你講的就是 就是看懂中文的人才會看到 對 好像就變成西方媒體 報的就是真理 就是事實 不是這個這個跟真理無關啊 什麼叫做真假 嗯 就是這個本身也是一種霸權嘛 嗯 確實 對不對 就是說 不然你知道全世界誰看得到 掌控輿論的霸權 是啊 哎這個確實 對嘛 那我們已經講三個了嘛 嗯 這三個霸權我跟你講啊 你現在講說大家都怨聲載盜 天下 苦於美國霸權久矣 這種聲音確實越來越嚴重 嗯 可是沒辦法 誰敢去 把那個老虎戲個鈴鐺啊 真的 誰敢 沒人敢 對啊 現在我坦白講啊 真正勇敢的 第一個叫伊朗嘛 哈哈哈 第二個叫北韓嘛 哈哈哈 對不對 不是嗎 然後伊朗被制裁從1979到現在 43年 對 對不對 那北韓2017 第六次核四嘛 被制裁到現在 對不對 那中國是一個特殊的力量 就是說 因為它太大了 美國也不能全面制裁啊 那美國現在就開始 在找你的軟肋啦 然後敲打看看 看你會不會被打死這樣 那貿易戰發現沒效嘛 現在開始是科技 科技戰 對不對 就是這樣嘛 它隨時在找你的軟肋敲一敲敲一敲 這個會痛 弄下去 本來就是啊 它就是這樣嘛 金融戰為什麼不敢打 嗯 那中和大陸也很聰明啊 看到你可能要打香港 因為香港它不能完全控制 嗯 那就把你搞一個 香港國安法啊 把你CIA都趕走啊 所以現在美國 香港想要 搞金融戰也搞不動 搞不動了嘛 所以現在就是從科技 用台灣打科技戰 台積電 台灣也不叫科技戰 科技戰就美國打的 台積電都算它的 它的外圍啦 台積電也是它控制的啊 外資的股權71% 那製程設備 製程軟體你有嗎 這讓台積電是完全依賴美國啦 是 這必須承認 那根本不是 他打台灣牌 他不是打台灣牌 這一招真的就是他自己出手的 嗯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幹晶片聯盟喔 嗯 開會沒用嘛 嗯 韓國那邊不理他嘛 Chip4對不對 當然是啊 對 所以老大只好自己出手嘛 對 就是我覺得美國為什麼會急著 10月7號出手 那個除了這個半導體輸出管制 嗯 就他大概判斷這個Chip4搞不起來啦 哦 因為韓國就一天都啊 你在那邊 嗯 對不對 那邊扭來扭去嘛 東東閃西閃 閃一下閃一下 哎呦沒空沒空 沒聽到電話聲 我就一錘給你死 對不對 我就一錘給你死 說你三星海力士 你以後給你寬限一年 對 一年以後你自己看著辦 嗯嗯 沒錯 老大自己出手嘛 沒錯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美國啦 可是如果 亮哥照你這麼說 又是軍武 又有美元霸權 還有輿論霸權 那美國根本不用擔心啊 我跟你講啊 沒有錯 所以 所以小弟的直播為什麼還要繼續做就是這樣啊 因為我的主題就是這個主題嘛 對啊 那到底要怕什麼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啊 很多人研究過歷史上的大國興衰啦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的帝國 全面性的帝國 OK 全面性全面性就是每個領域他都控制 不是只疆域啦 全面性的就是所有領域 政治啊 經濟啊 科技 軍事 全面性的 輿論 媒體 文化還有好萊塢啊 對 對不對 對 你在家裡看的電視有多少 欸 我都看好萊塢電影啊對不起 是啊 保萊塢我這樣看不到 對啊 那你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因為我活在美國的價值觀當中 本來就是嘛 哎呀 所以連價值觀都是 突破 突破盲場 對嘛 所以我就講 他是人類史上第一個全面的帝國 嗯 然後 人類歷史上哪有大家投資在看一種媒體的 對 就是二戰之後才變成這樣 對 以前哪有說我一定要看英國的報紙 嗯 尤其你現在進入網路化時代 幹直接了當 嗯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甚至把美國的報紙就直接翻成中文給你 對不對 什麼什麼中文網 什麼什麼中文網 所以他那個 那個科技的那個到達的速度啦 嗯 包括媒體也是嘛 對不對 那軍隊說要來明天就來了嘛 對 不是嗎 這種可以抵達的速度都是空前的嘛 嗯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說你不要去 你不要看說哎呀大家都在抱怨啊 你以為大家都抱怨老大就倒了 嗯 你也不敢怎樣 要有人造反嘛 我跟你講啊 哎呀重點要有人造反 大哥為什麼會倒 被小弟幹掉的啊 你去看那個香港的黑道電影 對啊 對啊 把那個小弟幹掉不是嘛 那個黑道是有生的生命 這個是一個帝國啊 你殺個拜登也沒用啊 對啦 他還是一個帝國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一定要經過 就是說基本上在累積抱怨的過程啊 坦白說啦 一定要他自己內亂到一定程度 哦 對啦 當然從內部分崩離析才是倒台的開始啦 因為他太強大了 他太強大了 對 他強大到 他如果內部沒有一定的矛盾的邏輯啦 嗯 你還不知道要 怎麼對抗團結一致的美國呢 嗯 對不對 我舉例啦 比如說半導體這個輸出的管制 真正的槓桿在哪裡 就是美國企業嘛 嗯嗯 美國企業一定會受傷嘛 嗯 那他就會去對抗這個美國的國安的邏輯嘛 嗯 因為你要國安至上嘛 那我企業要活啊 我是市場邏輯嘛 嗯 那這裡面就叫做 國安邏輯跟市場邏輯的矛盾 嗯哼 就是說你一定要去抓到一種矛盾 他內部的矛盾 不然你沒辦法對抗他啦 你去想一想啊 美國的國防預算 從二戰之後累積到現在 都是其他國家的總和欸 對 而且還超過你 嗯 你想想他累積多少年啊 70年 嗯 這個已經武裝到牙齒了 嗯 不只到牙齒啊 搞不好 內臟都武裝好了 武裝到腳趾頭了啦 我跟你講就是說 他領先太大了啦 嗯 嗯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也頂多只是說 我 能夠在第一島鏈打敗你 對 因為我有 就離我距離近嘛 啊 中國大陸有說第一島鏈之外 要跟美國爭霸嗎 嗯 沒有吧 沒有吧 沒有 對不對 那你如果沒有能力在第一島鏈之外 爭霸 那其他人 怎麼敢跟你走 嗯 你懂我意思 嗯 比如說我中南美洲出事 有誰來救我 對啊 我還是得聽美國 我美國一錘就把你打死了 不是嗎 如果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所以我說這個如果不是美國內部有 不同的聲音出現 你還真的難找到槓桿 嗯 比如說他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那就會反映在他的媒體上 嗯 所以這個時候他那個對外本來一致的媒體就開始分裂 嗯 他會有兩種聲音嘛 嗯 不是嗎 哦 那 美國企業夠強大吧 嗯 所以他 所以他足以去游說國會議員啊 嗯 去游說新的總統候選人啊 那就造成他政治的分裂 嗯 你只能這樣搞啊 對 就外部是無法擊破他 不可能啊 我跟妳講 所以我跟妳講 你真的要去影響美國的方向 你一定要在他內部 產生了一種論述 讓其他另外一種 系統的美國人相信他這樣做對自己是有害的 嗯 你一定要進入他內部 比如說 你看拜登這樣亂搞對不對 你一定要告訴他說你這樣是會把自己害死 嗯 一定要有這種邏輯出來啦 不然你如果仔細談說 啊 歐洲好慘啊 亞洲好慘啊 你慘才好 大家也不敢 對啊 你慘才好 你們越慘 代表 你們會越聽我的話 本來就是啊 你們越需要我啊 我繼續當老大 是嘛 所以我說這種邏輯對美國人沒什麼兇啊 沒什麼沒什麼用啊 真的 沒什麼用啊 因為沒有人能夠當頭嘛 嗯 你看馬克龍那樣子 當得了頭嗎 對不對 那肖子能當頭嗎 對我想歐洲啦 對不對 那 一定要出事嘛 出事到 連 比如說那個假設英國財政發生危機 嗯 連動到你美國發生金融危機 嗯 這樣發財受傷啊 你一定要有一種邏輯是這樣啦 不然現在大概唯一我看到 其實你那個組成全世界的人員聯盟啦 坦白講對他也沒傷啦 因為他自己有啊 傷的是 傷到的是亞洲 歐洲 沒有油的國家嘛 對不對 這個你也知道 其實是 對他沒什麼傷啊 其實 沙特歐派的減產 對中國反而是傷的 本來就是嘛 因為會變貴嘛 會變貴嘛 對 亞洲國家大部分都受傷了 因為都沒有油嘛 沒錯 印度也沒有油啊 那美國沒什麼傷啊 因為美國是出口國 美國傷的是面子 對啦 對可是 就是面子而已 那種東西我跟你講啦 拜登 所以他現在用戰備用油 一萬五千桶 對 應急嘛 拿出來 撒出來就好了 因為沙特那邊是 11月1號才開始 對嘛 他撐八天就好了 那熊娃 熊娃那管你去死啊 對不對 對 撐八天就好了 本來就是啊 沒錯 不然為什麼是一千五百萬桶 對耶 這個人多賊啊 剛好耶 本來就是 我跟你吵 對喔 八天剛好 一天掃兩百 一千六 是啊 那我給你一千五 就是這樣啊 欸靠 對耶 本來就是這種人啊 超級的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even 一宗 就說 電視